对不起 很开心我们一起敬拜这个位为我们受苦受死 到底不变的耶稣基督 无论是在现场的还是在家的 无论是芝加哥成会教会的还是世界各地的 等一姐妹很开心我们一起来敬拜 上个礼拜在这里 马教授已经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成会网台 就是现在我们直播着的主日崇拜的网台 我们的订阅人数由一千达到一万 我们真的没有猜到的 因为在疫情之初我们的数目订阅人数都未到一千 但是竟然在年半之间 神给我们增加到十倍那么多 当然我们开心的不是数字 而是数字带来的背后的意思 就是神如何去有效的 使我们教会有效的更加传扬祂的道 还有更加墓养更多的人 这个是令我们开心的 我们知道过去这个数字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但是不单止这个数字给我们的大鼓励 更加的就是我时时在网上看到很多的留言 这些留言真的看到有时我们很激动 这些留言是包括什么 就是包括世界各地的网友 他们看了我们的台上的节目 还有我们有主日崇拜而留言 我们没有数过究竟这些留言有多少 每个月有多少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是事事都有 不过以下我就想跟大家读出最近收到的三封 都是八月来的 第一封没有写到是从哪里来的 不过他这么说 他说我最近才发现《圣地网上行》这个系列的分享 也知道2021年有《九一网上行》这个系列 我听了三集《感觉如获至宝》 太棒了 给我很大的帮助 属灵生命得到建立 太兴奋了 谢谢陈崇基牧师 这位是在三藩市里的姐妹 他说陈牧师 很感谢你和你的团队 我们很久没有试过这么期待星期日的崇拜 听完大家会分享得着 take notes 然后就是会在那个星期互相提醒 你们上两个星期所说到的所多玛 我一年听了三次 这位是香港来的朋友 他说我是一位香港教会的执事 我会和执事他们分享成会教会所做的 我觉得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借镜的 另外我很想多谢你们 因为在过去几个月 是你们教会给我们很大的活力 我们收到这些留言 实在是很感激 我们很感谢教会的主 他一路祝福成会教会 在这一方面 以至我们能够祝福到世界各地 和我们芝加哥成会教会的 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有我们这个时候就与金钱回应我们的主 对我们的爱 现场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知道可以在门口的奉献箱里 把你的奉献放进去 而网上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用很方便快捷的网上奉献 PayPal、Sale、Wermo 大家都知道了 也都可以写支票寄到成会教会 这是我们这里的 好了 在上个礼拜 大家觉得天气没有那么热 但是 未来又会更热 深迷又热又凉 但是都快要过去 在上个礼拜 我们特别听到的很多的新闻 都是与阿富汗有关的新闻 令我们感觉到很沉重悲痛 幸好在我们近些 都有一些好的新闻 好的消息 就是在我们当中 有不少的父母 你们送你的子女去大学 而事实上 在我们中间 也有两位 我在教牧童宫中间 也有两位 就是Mark Sir 都送她的儿子去大学 Joyce 都送她的儿子去大学 所以我们都觉得 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随着暑假就很快过去 我们的青年传道 Sammy 她也想到 为我们的青年团契 Summit 对不起 为我们的青年团契 Summit 是举行一个家长会 是藉着这个家长会 跟家长见面 问一下他们 对于团契的一些回响 想和他们分享一下 在未来一个学年里面 Summit这个团契 有什么活动 想听教会 想听家长的意见 这个会议 就是在Zoom上面举行的 叫做 Back to School Summit Parents Meeting 是在8月26日 即这个星期四举行 晚上7点至8点半晚上 Zoom的ID 突发在教会群组 大家上去看就知道了 整个月网上课程 长期都要再说 因为 如果你不报名 就会过期的了 就是Mark Sir 8月30日开始的 旧日考股 联合王国的时间 北美开货的时间是8月31日 而香港开货的时间是9月1日 所以如果你有心参加 就不要留气 快点报名 因为星期二就截止报名 接下来 这个星期二就截止报名 另外 有一个课程 我也提过 也是非常推荐的 就是由英文讲授 但我译成中文字幕 这是Dr.McNight的 《耶稣与福音》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深入浅出的课程 欢迎大家去报名参加 因为这是录影课程 所以没有时间限制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 适合你的时间报名就可以了 简单的为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星期教会的活动 完了崇拜之后 马上就是欢乐组合的聚会 在心上进行 今天是信仰专题 五目师会和大家说 讨告的操练 欢迎成人和长者参加 当然完了中文崇拜之后 马上就是儿童的时间 包括儿童故事和儿童崇拜 也十一点半会有我们的英文崇拜 今天很高兴请到 Ref.John E.来到港道 星期三晚是我们全教会的祈祷会 在这个冲击的人生里面 真的很鼓励弟兄姐妹 你把握这个时间 大家一起去祷告彼此的聆听 星期五晚的团契 就是即称团契 又跨世代团契 两个团契目标都是一个 就是我们会看经维线 大家一起更加深入的查考 耶稣的比喻 今天很高兴有朱光华博士 在我们中间宣讲神的话 我以下就将时间交给马教授 两个特寶 就像培 ur这个榜契